在南京签署关于共同推进江苏美好城乡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决定通过战略合作把江苏建设成为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示范区域 省委书记罗志军省长李学勇会见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江伟新 并出席部省合作协议签字仪式 李学勇江伟新代表合作双方签署协议 罗志军说江苏省委省政府根据科学发展新要求 将统筹城乡建设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主攻方向 研究出台以城乡发展一体化为引领 全面提升城乡建设水平的意见 大力推进美好城乡建设 从根本上改善农村环境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缩小城乡差距 这既是拉动内需的重要举措 也是改善民生的一件实事 受到了群众的支持和欢迎 希望以这次部省合作协议签署为契机 更大力度的推进好这项工作 李学勇说 此次部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在推动我省实施村庄环境整治 加强城乡建设转型发展的规划引领 提升城镇功能品质 建设低碳生态城镇 发展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 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 加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 必将促进我省城乡建设事业 获得新的更大发展 江伟新说 在城市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基础上 江苏及时探索城乡发展一体化路径 结合村庄环境整治等方面工作 生活条件为发达地区的城乡建设提供借鉴具有典型意义 我们将通过加强不省合作 推动江苏成为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示范区域 按照协议确立的目标 我省将在住建部的支持与指导下 到十二五末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乡村环境面貌普遍改善 村庄整治建设成效显著 城市功能和城乡建设品质大幅提升 大中小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明显增强 城乡统筹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明显加快 城乡建设水平位居全国前列 省委常委秘书长樊金龙 副省长何全 省政府秘书长毛伟明